周氏錦朗,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是周忠俊昌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iPhone14買得好 一種手機股或平蓋股都可以升 其實整體大市都穩定,跌過又升了 不過若名生物,這些CXO類股份大跌 現在鬧得未,稍後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先說重點財經新聞 昨晚美股延續上星期五的升勢 道指升229點,納指升154點 納指都跑贏了 當然,iPhone銷售數據絕對應記一功 恆指都跟得了些,高開後雖然跌了一陣 不過後來又再跌轉升,挑戰19,500點關口 iPhone14銷售數據理想 比下跌電子和高位電子升大約一成 其餘的一種手機股,譬如信羽、瑞昇 都可以升 另外說到這個CXO股大跌 藥名生物,藥名康德,泰格醫藥,海來鷹,康城化龍 這些11點多的時候,再看看全部跌超過10% 藥名跌超過15%,差不多到20% 另外,這陣子都不斷update大家的通脹 以及美國那邊的情況 紐約聯儲指出 美國消費者通脹預期 剛至到5.7% 會否預視接下來的加息更慢呢 說回蘋果概念股,即是手機股 昨晚其實本身,蘋果在美股那邊 即是AAPL,大家可以按來看看 都升3.85% 創了5月以來最大的升幅 今次或這一轉 其實iPhone14點,說真的發佈那一晚 大家都有點失望 沒甚麼特別,沒甚麼太大的生意 不過,銷售是比較理想的 如果回顧上星期五內地的預售來說 據報道,開售不足一個星期 所有Pro系列,即是高端一點的機型 在實體店內都沒有貨 而根據一些消息或一些報道 iPhone14 Pro Max其實是最暢銷 比起13 Pro Max 在同一個時間裏面的表現是強的 即是買得快很多 所以見到今天手機股 例如高位電子比亞迪電子 都升過接近一成 所以瑞昇和信羽 就問少少,升幅稍微窄些 不過,如果高端機種來說 其實信羽和瑞昇都有份去做 所以看看吧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兩隻股份 它之前跌下來的幅度很大 雖然又被人降評及降目標價 但是會否最近市況又穩定 又有蘋果14,即是iPhone14這個消息 可以再炒上去一點呢 我覺得值得期待 尤其是見到信羽其實是有跟得到的 相對的升幅都大些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今天跌了很多的藥名生物 以及同一個板塊的CXO 即是一些醫藥外包的股份 是否撈得過呢? 的確很吸引 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這次其實是說 美國總統拜登 他簽署了一個行政命令 鼓勵美國一些生物科技的生產 當中,詳情來說 我們未必有篇幅去討論 但美國那邊有分析 就認為 其實這是類似拜登簽署的芯片法案 甚麼意思呢? 原來又是針對中國 針對中國的生物科技 因為其實中國的生物科技 即是一些醫藥的研發 都在追上來了 亦非常之做得不錯 希望在這方面 應對中國生物科技技術的挑戰 我自己就這樣看 當然,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看回原來 赤981和1347的芯片股 其實之前 拜登簽了行政法案之後 都不是跌很多 是否可以 可以 就是這樣說 因為芯片股其實 講了很久 之前都有制裁過 譬如中興那些 亦都說不賣芯片給中國 這件事 其實市場已經消化了 所以你看到 其實這個法案出來 不會像今日陽明一樣 裂口或者叫做一枝陰燭 跌得這麼厲害 但是CXO股份過去 首先 他們的走勢 是好的 即是升了一陣 而且 市場是沒有預期過 沒有預期過 會有一個這樣的法案 去進行打擊 當然實際影響 我們需要評估一下 之後再慢慢評估一下 但是 由於是之前股價沒有反應 我只是覺得 跌幅這麼大 或者再大一點 都是合情合理 所以短線 我覺得 就不應該這麼樂觀 衝進去鬧 當然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風險 承擔能力 去搏一搏 這個可能大家自己決定 今日的節目到此 每逢星期二、四 中午時段都會有遭視感落 希望幫大家分析一些重點新聞 大家有甚麼問題的 可以留言或者建議 可能想我說些甚麼 都可以盡量幫到大家 記得讚好和分享這段短片 有疑問或者建議 可以留言給我 多謝 拜拜